最近年满60岁的杨子琼在美国影视圈再次出圈 以凭借影片瞬息全宇宙获得多个电影大奖 他不禁感叹60岁是新黄金期 3月5日根据外媒报道 当地时间3月4日 第38届美国电影独立精神奖颁奖典礼 与美国加州圣莫尼卡举行 杨子琼凭借瞬息全宇宙击败凯特布兰切特获得最佳主角奖 在上台领奖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 不禁喜极而泣 闯荡好莱坞几十年 如今终于出圈 这是60岁生日最好的礼物 目前顺息全宇宙已经获得7项大奖 分别为最佳影片 最佳导演 最佳主角 最佳配角 最佳突破 最佳剧本 最佳剪辑 此次杨子琼拿下独立精神奖后 在外媒看来 奥斯卡女主角已经没有悬念了 其实最大的看点并不是杨子琼获大奖 而是她与大魔王凯特布兰切特在红毯之上的表现 上吐 当时大魔王凯特从背后搂住杨子琼 他把双手扣在杨子琼的腰间 瞧着二人的眼神 眼神中有太多的内容 之后二人还互相亲吻 杨子琼倚靠在大魔王的怀里 十分亲密 瞧 这俩人对视的眼神 眼神中充满了欣赏与爱意 也难怪别人传俩人有绯闻 对此网友们的反应是这样的 其实不仅是这次 在上月20日的另一场颁奖典礼上 俩人见面后在人群中热情相拥 分开的时候 杨子琼还一不三回头 十分不舍 当时的颁奖典礼上 杨子琼的男友让托德也在现场 二人相恋19年 没有注册结婚 一直以男女朋友关系生活在一起 在外人看来 二人感情很好 经常一起持续活动 还拥抱亲吻秀恩爱 杨子琼不太敢打破禁忌 但是大魔王凯特或许不那么想 凯特布兰切特曾公开过自己的取向 是双性恋倾向 并不排斥和女生交往 值得一提的是 凯特曾与丈夫安德鲁阿普顿生育了四个小孩 但其老公出轨成性 所以现在的凯特几乎是以一个单身女性的人设出现 她很自由 面对流言蜚语 她并不在乎 二人经常在各大电影节角逐最佳女主 但是私下感情很好 经常有事没事包电话周 在外媒看来 二人几乎已经在一起了 2月26日 美国演员工会颁奖礼周日玩举星 在今年颁奖季大丰收的瞬息全宇宙又一次成为大赢家 影片女主杨子琼夺得影后 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获该奖的华裔演员 61岁的杨子琼穿着一席流苏长裙上台领奖 激动落泪 中国观众或许对赛克感到陌生 但如果说她是奥斯卡四大风向标之一 就明白该奖的含金量了 将于北京时间3月13日颁奖的第95届奥斯卡 迎后桂冠将滑落谁家 目前杨子琼和好莱坞女星凯特布兰切特成为最热门人选 奥斯卡之前的四个重磅奖项几乎一 一般给了这两位女星 英国电影学院奖凯特布兰切特 美国演员工会奖杨子琼 美国评论家选择电影奖凯特布兰切特 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凯特布兰切特杨子琼 杨子琼与凯特布兰切特 也因为在2022年电影界做出的极高影响 杨子琼还被时代周刊评选为年度偶像登上封面 这也是亚裔女星的第一次 出生于马来西亚 出道于香港 整整40年打女生涯 杨子琼硬是凭实力 打出了一个女演员的多重宇宙 选美小姐出身的打女 1983年 21岁的杨子琼摘得马来西亚小姐归冠 受邀到香港拍摄广告 由此进入娱乐圈 她在拍摄电影《处女座》 猫头鹰与小飞向式结识红金宝 对红金宝的打击很感兴趣 于是有舞蹈基础的杨子琼 在拍完戏后 便跟红家般练拳 苦练大半年后 迎来自己的第一部动作片《皇家世界》 杨子琼在片中留着一头干净利落的短发 动作潇洒帅气 与角色十分贴合 她凭借此片 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人提名 之后她又接连拍摄了 《皇家战士中华战士通天大道》等多部动作片 奠定了自己香港第一打你的地位 1992年 她与成龙合作《警察故事3超级警察》 饰演协助香港警察 打击国际军火毒品走私集团的 中国大陆警察杨建华 该片在台湾上映后 收获3.1亿新台币 刷新台湾票房记录 该记录保持16年 直到2008年才被打破 片中很多动作 杨子琼都是冒着生命危险完成的 1997年 在香港已经打出名的杨子琼 听从吴宇森的建议前往好莱坞发展 拍摄了007之明日帝国 成为首位亚裔帮女郎 美国媒体对该片评价道 杨子琼不是第一个羽帮的 平分秋色的帮女郎 但她是唯一一个 让人为之侧目的女性 以其漂亮的身手 打下了在好莱坞的江山 此后的杨子琼 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 放弃打新这条路 而是不断尝试新的电影类型 拓展自己的事业版图 于是我们看到了 《卧虎藏龙》中 瞎干一胆 婴忍大气的余秀莲 也看到了《剑语》中 瞎骨柔情 饱含深情的增进 拉入保险公司黑名单的女演员 入行除期 曾经有一位导演 对杨子琼说过 拍打戏不能因为是女孩子 就花拳秀腿 这句话让她记了一辈子 所以打起来比男演员更拼命 多年来 她先后扭伤脖子 肩膀与腰 还曾打上腰椎和脊椎 撕裂韧带 好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拍阿金时 电影有一个镜头 需要杨子琼 从18米高的桥上跳下来 由于动作偏差 杨子琼在落到保护装置时 头先着地 并陷在两块海绵之间 这次动作失误 让她扭伤了脖子 要不与背部 断掉三根肋骨 差一点终身瘫痪 她整整休养了两年 才慢慢恢复 为此 影片的结尾向杨子琼致意 向杨子琼 及对香港电影 做出重大贡献的武行致意 拍警察故事三十有一幕 杨子琼需要先在一个 乡士卡车顶上翻滚 然后直接落到 到成龙开着的小轿车引擎盖上 震碎挡风玻璃 再从杀住车的小轿车前方翻滚到地上 第一次拍的时候 本该震碎挡风玻璃的机关 可机关突然失效 前挡风玻璃 没能按计划碎掉 杨子琼直接从车前盖 晃到了车的一侧 如果是头着地 后果又不堪设想 幸好当时成龙眼疾手 快地耗了一把她的衣服 才没导致悲剧 也有因此 杨子琼和成龙有了过命的交情 也是可以随意调侃的朋友 1997年 杨子琼做客节目时 直言不讳道 快言快语惹得全场观众哄堂大笑 成龙指点江山 说女人都该待在厨房 也要再补上一句 除了杨子琼 当时全香港有三个演员 是买不到保险的 因为他们的工作风险太高 这三个人就是成龙 李连杰和杨子琼 成龙调侃中的赞美 是杨子琼拼命努力换来的尊重 也是实力换来的底气 不只会打得多面影后 好像走了打行这条路 就跟表演讲相无缘了 出道几十年 杨子琼几乎颗粒无数 其实习惯她的演艺生涯 便可发现 杨子琼也出演过不少文艺片 她在宋家王朝中 成功诠释了始谷 稳重的宋爱玲 大家看到了杨子琼温婉的另一面 在《异记回忆录》中 杨子琼饰演了《长袖善舞》 左右逢源的《真美宇》 在《摘金奇缘》中 杨子琼更是抢夺了男女主的光芒 成功诠释了一位骄傲强势的恶婆婆 这些演技的积累都不是白费的 终于在2022年 她主演的《声光电效果全爆炸》的影片《瞬息全宇宙》 带来奖项方面的全面爆炸 据不完全统计 这部影片已经让她在全世界范围内 获得了26个最佳女主角奖 好像把出道以来欠她的 都给一次性补上了 在《瞬息全宇宙》中 她挑战多个形象 从未生活奔波的中年妇女 到功夫巨星大厨 甚至是石头 杨子琼坦承 她希望自己几十年前就能出演《瞬息全宇宙》 这样观众就会发现 我不只是女打型 越来越多人将保押在她身上 期待她能把即将到来的奥斯卡收入囊中 创造出首位亚裔影后的奇迹 毕竟 她是能不断创造新历史的杨子琼 结果如何 我们拭目以待 不论结果如何 观众都见证了杨子琼入圈40年来的勇气与实力